那今天的話是第八次上課 然後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這個影片上的比較慢 因為可能我忘記了 就是這個回去的話可能就是 有的時候他習慣就會把它轉檔上傳 那有時候這個回去就可能又忘了 後來同學提醒我 我就再把它轉檔放上去 所以會比較慢 如果假設了可能超過三天 那表示應該可能我忘記了 那你們有時候有同學就提醒我 就把它再轉檔放上去 然後因為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VBA很多程式其實還蠻複雜的 所以如果回去假如沒有特別複習的話 可能有些地方應該會很容易做不出來 那我是建議啦 今天回去試試看 那我們主要是去下載那個台電的資料 這個資料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是來自於開放資料 所以你們一樣打開我們的雲端講義 然後連結的話應該會是在第19頁的這個地方 一個台灣電力公司的一個 鄉鎮市的用電 用電 別 別用電 這個多一個別 我怪怪的 這是什麼 還是鄉鎮市別嗎 用電統計 對 OK好 然後呢 但是這個資料裡面下載 當然它這邊提供了有各個年度的 應該今年度的 可是它好像差了 就是民國111年度的 所以其實你要把歷年統計的比較的話 其實當然也是可以把資料下載下來 可是要花一點力氣 所以我們不要花 我們不要用太多的資料 那我們就是找其中一個 所以我就找那個應該是數量最少的 應該看起來應該是這個 因為它目前提供到3月份的樣子 那欄位的部分的話就是年度 月份 有年有月 郵遞區號行政區 然後等等的 那當然主要我是想要統計那個什麼 它的用電 應該是受電度數吧 然後可是它這個資料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下載這個之後把它打開 所以上個禮拜就是把這個打開之後 然後呢 可以看到如果你要統計 到底是哪個縣市 它最大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縣市欄位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上個禮拜花比較多力氣 其實就處理什麼 處理縣市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要把縣市這個欄位增加 但是如果要找到縣市的話 需要從那個郵遞區號裡面去反查 那一般的話用的比較普遍的就用微量函數啦 可是問題是我們會需要一個 到底它的郵遞區號 查的話 以這個郵遞區號來查 然後 查到它的縣市 所以需要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最後我們實際上 是把它做出來的 不過這個資料網路上好像應該也查得到 就是可能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郵遞區號 第二個欄位是縣市 第三個欄位是行政區 類似這樣 但是 因為我們 我剛好Google查到的 那個連結呢 剛好 它沒有一個比較 像我們剛剛這樣的一個資料 好像只有查到一個啦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這邊有一個就是 這個 中華郵政的 因為Google查 郵遞區號就是中華郵政的 這個當然是官方的 中華郵政提供的 可是它這邊有一個下載Excel 下載下來的Excel檔案 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其實沒有正規化 所謂的沒有正規化就是 它把這個資料 分成總共有六個區塊 第一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六個區塊 那這六個區塊的話 它其實已經有提供的相關值 但問題是這個資料 你會發現完全不是一個 資料庫該有的一個架構啦 當然比如說 我們希望它第一個欄位是郵遞區號 第二個欄位是縣市 第三個欄位是它的行政區 可是問題它基本上是分散的 像這種資料是最頭痛的 也就是說如果像這種資料 沒有無序的 因為以前的人比較沒有那種資料庫的概念 所以它可能提供資料 就有點像人工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看起來OK的話就好 但問題是這個 像這樣的資料 我們如果不處理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拿來做查詢使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可能要做處理啦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花最多力氣 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六個區塊有沒有 分別合併先成為一個區塊 那怎麼合併先成為一個區塊 就是把第二個區塊的資料 複製到它底下 然後再把這個區塊 再放到最下面就對了 反正總共有六個區塊 分別都放在第一個區塊的最下方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如果要去搜尋 搜尋什麼呢 搜尋比如說A欄的最下面 Ctrl向下 OK Ctrl向下這個動作 雖然用鍵盤來做 但是VBA的話其實也可以實做啦 就是Range A1.end 然後刮符XL.down.raw 然後你把它加1有沒有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複製過來的話 那複製我上個禮拜 有特別特別強調一個 就是Copy的一個方法 那個Copy的話呢 其實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好用 這個Copy的話呢 基本上是針對某個範圍 後面你加點Copy的話 那你這個範圍要告訴他 點Copy之後只要告訴他 你要複製到哪一個儲存格位置 他就會把這個範圍複製到那個儲存格 你只要給一個儲存格 不用給範圍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知道儲存格的位置 他就自動往下去填滿複製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透過追蹤 然後呢 透過複製到他的最下面一個儲存格 然後周而復始 分別把這底下的幾個 通通把它摳過 所以摳過來之後的話 會得到第一個結果 就是 從這邊 A1卡通向下 得到應該有389列 那總共六個範圍 綜合在一起 就是這樣的結果 但是這個只是第一步喔 OK 這個程式碼 我也把它放雲端上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回去要複習的話 當然不一定說完全照我的方式啦 可是你可以自己先想想看嘛 看要怎麼做比較容易一些些 我們這段程式碼好像在這個底下 應該是第22頁的下方 22頁的下方這邊就有了 所以這邊我有提到 必須要正規為三藍 然後這樣的話 V的環數才能查詢 所以主要針對V的環數使用 那當然 第一個步驟就是用我剛剛講的 用那個Range物件裡面的Copy方法 OK 那我們分別就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所以我是把它分幾個階段 比如說第一個範圍Copy到這個66的位置 然後再132198 然後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可以追蹤的 所以後面就把它再加上向下追蹤加1 這邊的話就用R來代替最下面列 所以寫完之後的話 等於是有六個範圍摳過來 所以總共的話其實應該 五個範圍摳過來 所以應該就是本來五行嘛 然後再加上五個向下追蹤 所以十行 最後再把舊的範圍給刪掉 舊的範圍刪掉 我講過啦 刪除資料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那個範圍等於空置串 有沒有 其實這個是最簡單好記的 當然呢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是什麼呢 Range.clearContents也可以啦 只是說啦 如果你好記啦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習慣是比較常寫成這樣 我發現這樣好記又滿方便的 它除了可以刪除Range的資料之外 也可以刪除那個儲存格 比如你Sales拿一個儲存格等於空的 它也是刪除OK 然後所以呢 第一階段把它先Call完之後 第二階段喔 再來就是我們 所以上個禮拜第二個部分 先把這個先做好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要再把這個A跟B欄有沒有 變成D跟F欄 有沒有 所以要增加這個 這是最難的 要把這個變成這樣子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 所以要把那個規則給想出來 所以上個最難的部分應該在這個地方 那我原來想的 可能第一 所以啊 當然第一個就是forI等於1到最下面一列嘛 反正就一個一個做處理 那我基本上喜歡循序一個一個 然後你可以分析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則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資料做分別的切割 所以後來我想到說 它這個如果第一個它是限式的話 那我就是先把這個資料先丟到限式 底下就把它放在旁邊 那再其他的話 再複製上面的再放這兩個 再複製這個再放這兩個 一直類推 不過後來我發現好像會有特例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 最後跟各位講過 這是哪幾個特例 好像有三個吧 就是釣魚台 好有沒有 它這個釣魚台列嶼 跟那個新竹 其實理論上它應該是 釣魚台列嶼應該是 它放的方式應該是 這邊可能要先 應該是如果要統一的話 應該是像這樣 這個列嶼台 有沒有 它理論應該是 先一個列嶼台 然後在下面才是它的資料 可是它這個就沒有啦 所以如果假如 你說要不然你幫它修正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 如果幫它修正 變成你要用很複雜的方式 才有辦法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所以理論上 應該是先一個它的縣市名稱 然後底下就是它的行政區 跟郵寄區號 所以有三個有沒有 那當然假設我們如果不修正的話 那不修正你可能要寫的比較複雜 所以這兩個會有問題 好像還有那個什麼 加益吧 加益4好像也是類似的 因為加益4 所以其實兩個方法 要不你把三個修正 然後都按照我剛剛那個規則 那你就可以把這三個給跑出來 這三個其實也上個禮拜 我們寫出來 開發人員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合併嘛 就這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我剛剛講的 我是判斷它旁邊是不是空白 如果是空白的話 那表示它是現市 所以我就一個一個填 如果不是的話 那變成底下要改成 判斷它是不是現市 還有雨 最後是那個什麼 列雨那個 然後再分別 那這樣寫出來 結果應該就相對複雜了 我們跑跑看好了 基本上跑完之後的結果 我們再把它 就是這個後面是最後在移動它 所以我們來最後 再把這個結果再跑一下 所以這個是 我們事先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那個藍位名稱 所以呢 這個程式在雲單上也有 如果你們假設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那我是在D1上面加現市 然後在E1上面加行政 在F1加郵遞區號 不過跟各位順便講一下 你說老師為什麼 明明它有三行 你為什麼寫成一行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你把它寫成三行 我有時候覺得說 有點浪費那個程式 所以我會希望說 因為旁邊還有空白 所以如果你加一個冒號的話 它就會把這三個 有沒有把它類似變成三行 但是它實際上可以串在一行 這樣可以節省程式的空間 當然你說老師 我不要這樣做 也可以啦 但是變成你要變這樣 有沒有 你就不要加冒號 但是變成你要寫三行 結果一樣 OK 看各位 我是覺得這樣寫 我覺得會比較清爽一點點 因為反正這三個都是做 輸出那個郵遞區號 輸出那個藍位名稱 接下來這個K等於2的話 我要放在第幾列的意思 有沒有 所以如果一支它是2的話 那就是把它放第二列 那我們先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判斷這個資料的右邊那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特徵 反正右邊這個字 如果是線或是 或者多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釣魚台那個列嶼有沒有 所以總共會有1 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好像有點 所以它沒有統一啦 統一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判斷 它是這三個其中一個有沒有 用中間加一個偶爾 或 所以呢這個台北市一定就是市馬 所以它一定會跑下面這個 那跑下面這個之後的話 再判斷說 那它旁邊是不是有空的 有沒有 有空的話呢 那就是照之前講的 就是把它call過來 就結束了 如果假如不是空的 而且它又是鋁 那就是反正把三個call過來 其實主要針對就是 我剛剛講的那三個特別的案例 所以你會發現台北市 那台北市就先call過來嘛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下面沒有k等於k加1 那你說為什麼其他地方 這個地方有這個地方也有 這個k等於k加1 主要用意就是說 我要換到下一列的意思 這個概念跟那個之前有沒有 我們在畫那個圖的概念很像有沒有 如果你可以有k等於k加 加10還是多少 10列吧 它就會換到下一列的意思啦 這個是我自己習慣的用法 所以你會發現 k等於2 意思就是我從第二列開始放 那如果像這個下面沒有k等於k加1 表示說我這個地方還要繼續放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當它這個空白我先放一個 那我沒有k等於k加1 所以呢我下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 下一個應該就中正區了 有沒有 就變換中正區 中正區的話呢 它就不是這裡面其中的 所以它會跳這邊 那跳這邊的話實際上 再來判斷說它這邊是不是空的 像這個地方這邊是不是空的 這不是空的嘛 所以就不填 所以它覺得這個是不是空 它的k欄 等於是第二列的k欄 這邊是不是空的 不是嘛 不是的話就不用複製 所以下面這一行實際上就是複製台北市 因為底下都要台北市 所以就跳過 它就把中正區call到1欄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優力區號call到什麼呢 這個call過來 到這裡 這個call到這裡 應該 怎麼call啦 其實常常中間 老師我 儲存格怎麼複製 很簡單啊 把後面東西複製到前面就寫這樣 中間加個等號 等號就複製了 就是把後面的儲存格資料 複製到前面的意思啦 OK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喔 以後這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把 A欄這個儲存格複製到這邊來 B欄儲存格複製到這裡 所以複製 有沒有 中正區複製過來了 然後100複製過來了 好 那這個時候要不要k加1 要嘛 因為已經填完了嘛 對不對 填完之後就換下一個了 下一個 OK 那k等於k加1k等於第三列了嘛 所以現在就開始放第三列 第三列這個時候是大同區的嘛 對不對 大同區 大同區是不是限制 不是 所以跳過 那它這個地方的 這個儲存格是不是空的 是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空的要怎麼做 就把上面的補下來嘛 那請問一下 如果我要把上面的複製到下面來的話 那怎麼寫 那就是什麼 把 它目前k有沒有 k是3對不對 那就把k這個3減掉1不就好了 那不就是2了 所以意思你會發現 為什麼你覺得k減1啊 其實就是因為現在k等於3 那你k減1不就2了嗎 那2 配合d的話 那不就d2 意思是把d2的東西複製下來的意思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程式寫來寫去 基本上都是在複製東西 做邏輯判斷之後 然後再做你想要做那些動作 ok 那這個程式其實已經夠複雜了啦 可是問題沒辦法 因為你的問題夠複雜 你自然就要把程式寫得很複雜 因為你也沒辦法精簡 除非如果你要寫精簡的話 那可能就像我剛剛講 你把那個3個問題修正 把它統一它的規則 你再來執行 那就可以把這個程式少寫一點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哇 那就只能 所以喔 這個地方就是把上面的call下來 所以喔 把上面call下來 就是把-1的東西call到這邊 call過來 有沒有 台北市就有了 然後再補什麼 補大同區 跟那個103 有沒有 那一直類推啦 所以你會發現下面都一樣 台北市中山區 一直一直往下 有沒有 一直一個往下 那往下文山區之後呢 再來就是基隆了 有沒有 基隆市 那基隆市呢 當然就是先填一個基隆市 OK 然後填完之後 基隆市下一個就是仁愛區 所以喔 再來就是把仁愛區補到右邊去 因為它沒有K加1 所以再把它補上 補完之後再K加1 那一直類推啦 周而復始 有沒有 那就可以把全部的資料呢 通通都call完了 那call完之後的話呢 還有個問題 可是問題我將來喔 V環數呢 我需要把這個欄位名稱 叫郵力區號的放在前面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那個什麼 把縣市跟行政區向右移動 OK 所以喔 最後你看到這邊有三行對不對 這三行喔 其實就是做這件事情 那欄如何把它移動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後你要把F欄移動到D欄的位置的話 很簡單 首先的話呢 有點像類似喔 錄字句集啦 反正你就是 這個選一下 然後按右鍵減下嘛 減下之後再照這邊把它貼上嘛 當然其實說真的啦 如果你不會寫啦 你用錄字也OK 可是 如果你會寫的話 輕簡的寫法這樣 就是F欄點Cut 點Cut 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那個什麼 呃... 減下的意思 有沒有 所以喔 F欄點Cut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D欄 因為D欄就把它Insert就可以了 OK 點Cut 然後Insert 好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配合這兩行 結果就OK了 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錄製了可不可以 可是錄下來程式喔 可能不只兩行啦 只是說你可以自己斟酌啦 因為錄製絕對是也可以寫得出來 這是相對複雜 但是以後你說 老師我不想要這麼複雜 我想要精簡 精簡你就記一下 Cut哪一欄 然後Insert到哪邊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把油力區號給填到這邊來了 OK有沒有 所以油力區號OK囉 然後最後的話呢 加一個AutoFit 習慣AutoFit指的是說 那個藍寬假如 有沒有 可能目前還好 不過有的時候是太寬或太窄 比如像這個 假設類似像這樣 這個應該是假設啦 太窄對不對 那你最後呢 習慣就是把D到F藍 自動調整藍寬 那就是AutoFit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有沒有 它會自動調一下 那你說老師 那最後我想要再畫個框線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後面你要自己加 可是喔 這個程式已經夠複雜了 我後面 盡可能我就不加了 我再加下去喔 我看很多人應該會 舉白旗投降了 真的喔 有沒有 但你說會很不能理解嗎 其實我倒也覺得 因為我 這個也都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所以我個人習慣這樣 反正我要處理的範圍 我先框起來 然後我先寫個回圈 這個回圈一定是forI等於第一列 反正我要這個是一個個處理 所以我循序往下 然後ness在這邊 中間其實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你會發現if else and if 然後頂多是加一個k k的話是決定說你這個資料 要不要換下一列 其實這個是還蠻萬用的 我發現 而且喔 這個方式應該也是最...怎麼講 最容易理解嘛 我發現 因為寫法很多 有人寫得非常複雜 甚至有人寫一個 一個運算式或者是公式 我覺得太複雜了 用k簡單明瞭 所以以後喔 如果假設你希望他換要下一個列的話 那就用k來決定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蠻好的 那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這邊都有啦 所以我剛剛寫的 這個是複製的部分 然後合併的話我是... 這個是原來寫的啦 原來只有碳上空白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應該是在完成程式碼這邊 所以你們如果要call的話 應該是在第26頁 就這一段 完成程式碼這邊 一模一樣 然後把F欄call到D欄 就是在這邊 OK 那最後的話好像還有講一個啦 就是跨工作表複製範圍 有沒有 就是哪個copy喔 甚至喔 如果你假設要把 你目前做好的這一個範圍 有沒有 D1一直到Ctrl向下 到F的289這個範圍 把它call過去的話 那其實... 2...8... 不對...3... 這中間有call... 間隔嘛 我看一下 對... 這邊為什麼... 有... 有少耶 OK 還是我上個禮拜把它刪掉 等一下再查查看 到370吧 這個範圍如果要call過去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在這邊寫一個程式 就是這個範圍call到哪裡呢 call到目前的台電這個檔案 所以這個檔案 我把它另存新檔 檔名叫台電 然後副檔名的話 我把它取叫做... 什麼 啟用距離回規部就是xls 所以喔 這個檔名就是台電.xlsm 如果你是工作部的話 一定要全名喔 也就是說檔名加上副檔名 那... 所以喔 記得喔 如果要call過去的話 那我們實際上喔 假設這邊沒有好了 我想要call到我的 第二個工作表的這邊喔 那實際上喔 我可以 再到剛剛的程式下方 再寫一個叫 跨工作表複製範圍 很簡單喔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範圍 那游標你可能要先停在 停在郵遞區號這一邊 因為以他為主 也就是他為主的話 前面就不用跟他交代說 你現在在哪一個工作部 的哪一個工作表 你直接告訴他範圍就可以了 不過前提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要停在目前的 這個工作表的這個地方喔 然後呢 另外一個的話你就要指 哪一個工作部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多學一個 如果你要跨工作部的話 那就要用叫 workbook加s 所以我們學了好幾個物件嘛 有沒有 工作表叫sheets shet加s 那工作部的話呢 就是workbook加s 那瓜胡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說 我的那個檔名叫台電 副檔名記得一定要加 然後呢 雙以後夾起來 他就說 你要把這個東西 call到另外一個檔案去 啊 workbook就是另外檔案 以色列檔 還要再跟他講說 到底你要call到哪一個工作表 我要call到第二個啦 所以我就sheets瓜胡二 的A1那個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喔 目前喔 假如看到台電這邊 目前是沒有的 空的喔 那我們現在執行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那個資料call到台電的這個範圍 我們切到台電這邊看一下 執行完之後 欸 再執行一下 記得喔 從這邊喔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把它call過去 所以D1的東西call過來 然後你會發現呢 他這邊的資料就call過來 所以第二個工作表裡面就會有 有沒有 台電的這個工作部喔 裡面的第二個工作表就這一個 這是第二個嘛 然後的A1 那他其實就是給他一個目標 然後他就自動幫我把它全部填滿了 OK喔 所以剛剛講的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所以如果上個禮拜的重點喔 假如說你還是有點不太清楚 我建議回去喔 可能就是再演練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那剛剛講到那些程式喔 雲端白板上面都有喔 你們可以不妨試試看喔 這個 那上個禮拜這個難度已經是蠻高的喔 所以上個禮拜的這個 這幾段程式嘛 剛剛講的那一段最難的是 在第26頁的地方 然後 那個什麼 郵遞區號的那一個喔 其實就是 在郵遞區號那個是在22頁啦 就是那個資料 給那個結果齁 就摳過來了 所以總共會有370個 有4個 有4個 我會想到那些人 那些人 有3個 有7個 有4個 有6個